大家好,我是清欢 您去过烟台长岛的月亮湾吗? 月亮湾又叫半月湾 它位于长岛的最北端 它是沿着两千多米的长滩而建 因为形状像一轮出生的湾月而得名 月亮湾不仅仅是一个天然的浴场 还有一座高二十多米的月牙亭 和一个筑立在悬崖峭壁之上的观蓝亭 为月亮湾的景致增色了不少 月亮湾还有一处用海边的石头装饰铺旧的白米石毯 走在上面就有脚踏珍珠之感 为什么说是脚踏珍珠呢? 因为月亮湾的石头被千百年来的海水冲刷 变成了珠圆玉润的球形石 有的洁白如美玉 有的金银剔透像琥珀一样 随便捡起一块石头 都会让你舍不得丢下 苏东坡也曾对长岛的石头爱不释手 他写下了北海十二十记 我国著名的书法家启公也曾来到月牙湾 他赴诗一首 一弯新月印滩图 水壁山清举世无 仙境无须求外物 行人步步踏明珠 秋日的午后迎着海风 漫步在海边 多么希望时间在此刻停住 这一期的视频就录到这里啦 我是喜欢旅行 热爱摄影的清欢 感谢您的关注转发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关注